生命里的那根刺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根刺 那根刺或许是你的脾气、习性、疾病或环境 也或许是你的配偶、儿女、老板或同事 即使像使徒保罗这么与神亲近蛮有能力的人 都承认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零后十二章七节 保罗曾经为此祷告过三次 请求神将这刺挪走 但神却没有这么做 神只跟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神既然容许这根刺在你我的生命里存在 我们就不要为这根刺感到悲哀 成天怨天尤人 我们也不要因这根刺变得苦毒 而带着这根刺再去刺人 这根肉中的刺肯定让我们活得不舒服 但这根刺能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来依靠神 这也正是基督的能力 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刻 你生命里有一根刺吗 别怕 因为神告诉我们 他的恩典绝对够用